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由郑州日产和东风日产共同进行 日产在图达上使用了最新的VMotion前脸 之后的日产家族可能会沿用这一设计 十分具有力量感 搭配一个18英寸的全新铝合金 轮毂及LED大灯 在身材和尺寸方面 绝对到达了大型SUV标准 新车长宽高尺寸为4882 1850 1835毫米 轴距更是达到了2850毫米 内饰方面 日产图达基本延续了 由郑州日产纳瓦拉的布局设计 陷入是多媒体的中控屏 和一键启用等主流配置的加入 让图达内饰的整体风格倾向于实用 也与其硬汉风格的外表相呼应 在动力方面 一款实用的硬派SUV 一定要达到一定的标准 图达将会搭载于同门的日产齐骏同型号的 QR25 2.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最大功率达到135000瓦 峰值扭矩达到了233牛米 传动匹配的是6档手动或者CVT变速箱 根据数据来看 这款越野车综合油耗达到了9.6升每千米 这样的数据在现在看来表现还是非常棒的 配得上硬派实用的称号 想买硬派越野的朋友 不一定要总是盯着霸道 普拉多等车型 这款车从数据上看来还是十分不错的 要不要了解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